哪怕我做的不是正确的 哪怕他们说我不知好歹也好 首先我要跟靖哥说什么对不起 太帅了吗 太帅了 太帅了吗 太帅了 我今天 导演 我觉得这一把要停一下 好 我们暂停一下好不好 完了 麦芸 谢谢你 没事 可以哭 麦芸 参与我来跟她说 不如我了 姐 她怎么了 孝明欣 出事了 感觉这情况有点大了 完了 完蛋了 我好怕 对她太不好了 你想吧 不能这样子的 太真实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真人秀 我没想到 我觉得她不会那个 但是她都这样说了 我觉得会吧 不是 K哥都说了 K哥都说了 我需要你 对 但是她那边可能不高兴了 我觉得 肯定会不高兴 太抽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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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抽象了吧 是抽象了 抽象了 我在这个节目心跳最快 都不是唱歌 我是 我是真的没想到她会去 反正我觉得有遗憾 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 可能会有些人费解 但是我就喜欢一些挑战 一些 我知道 你刚刚说了 你需要我来帮你扭转一个战局 静哥他别人已经有击了 击了一个很优秀了 是我提出这个邀请的 而且我们最后用作品来说 他们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的 但我说实话 一开始我选静哥的时候 我真没想过这种情况 我直接跟静哥说 我要当他战士了 我感觉我有点背心弃义了 我这个人 没有 你没有背心弃义 我觉得我有点背心弃义了 你听过我对你要说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做 我觉得这样 有点真的背心弃义了 我感觉好难 我这个人 我感觉我当了一拨小人 这个没有 是我 没有 跟你没关系 跟你一点 我是觉得你已经选了 那就保持吧 不要多想了 不管有什么争议 有什么你都选了 那就不要再来一次了 静哥觉得难受非了 他绝对不想搭理我了 以后 我感觉真的 我好难受